Hello 大家好,我是客帕仔 人均100元都不用 就吃到大大隻的蒜蓉烤生蠔 雪花牛肉串 烤五花肉 還有南美大白蝦 和很多款的串燒 而且這間店的地理位置方面 營業時間更加到凌晨2點 來這裡吃燒烤、喝啤酒 全部都是深圳的本地年輕子女 和朋友聚會超有氣氛 如果你也想去感受這些地道蜂蜜 就快點訂閱哈巴仔這個頻道 按讚和分享 我們去開餐了 今天我們要去的燒烤店 叫做天台上見燒烤 想去他們的梅林分店 就非常之簡單 大家可以在福田口岸出發 乘搭地鐵4號線 坐10分鐘左右 去到上梅林站下車 然後出G出口 出到去轉左向後面走 走多幾步路 就見到這間燒烤店 如果你由其他口岸出發的話 可以參考下下巴仔這個路線圖 今次想推介這間燒烤店的主要原因是 我們在旁邊的大型商場 卓越會 走完街夾完公仔之後 到八點鐘 想吃一些重口味的東西 所以就找到這間大眾點評必吃榜上榜的燒烤品牌 天台上見燒烤了 我們以為八點鐘會沒什麼人 怎知裡面真的撞無虛 超級多年輕人在這裡聚會 非常之熱鬧 放下之後 超級肚餓的我們 都探索一探索桌面上的QR Code 大家可以在上面看到它的Menu 第一個項目是叫做原創招牌 這個鮮烤雪花牛肉大串 好像都不錯 況且剛才一進門口的時候 都見到有個依依 不停地串這些雪花牛肉 看起來肉質都挺新鮮 所以我們都叫來試試 另外也叫了其他招牌 北海道牛奶吐司 芥辣雞中液 這個菜單的分類都挺清晰 肉類 海鮮 蜜汁系列 很容易找到你想吃的串燒 另外也見到它有烤海� 烤魚 煲製飯 真的非常吸引 這裡很貼心 大部分的烤串 都可以選擇辣或者不辣 適合我們這些吃不到太辣的人 最重要是價錢不貴 不用就著就著叫 我們最後做下單這些菜品 在每一張桌子的上面 都已經擺放了這個烤爐 上面有一張牛油紙 下單之後店員就幫我們點著下面的火 在貨串燒等待上桌子的時候 就可以保持熱度 另外桌子都收了一個小櫃桶 原來餐具都收在這裡 店員也有送上暖水 準備好之後 食物都陸續上來了 先來講講這裡的招牌 先烤雪花牛肉大串 這牛肉粒都大大粒 在它的電視介紹 這個牛肉是選用了 陝西的中國五大名牛之首 秦村牛 這牛肉很新鮮 在途場8個小時內 就已經送到上來我們的餐桌 牛肉烤得外脆耐嫩 咬下去還有肉汁 而且也充滿油脂 牛肉香味很濃 這個非常好吃 而雞辣雞中刺 好像比較少在串銷店看到 烤過的雞翼 雞皮位置超級超級脆 裡面還是很juicy 肉質還是很嫩 不用擔心 芥末醬比較溫和 甜甜辣辣的 這個組合也不錯 肉類方面 我們還點了包樁五花肉 這個最少點四吋 不過絕對不會後悔 因為它將五番腩 烤到表面是焦焦脆脆 吃起來不會太油膩 加上它的調味 有自然的香味 一人兩吋 很快就吃光了 我們也挑戰了 這個麻辣霸黃蜂爪 這個還對得住它的名字 也真的蠻辣 因為雞爪是老過的關係 所以很入味 吃得辣的朋友一定要試試 另外南美大白蝦 一下也有四吋 這隻蝦也燒得蠻漂亮 上來香味很厲害 非常貼心 店員就拿手套過來 蝦肉吃起來比較爽 吃得出是新鮮 肉也是鮮甜 這個挺好吃的 看到這裡有烤麵筋 我們都沒有放過 要了兩吋來試試 兩個幾一吋 真是便宜過在夜市吃 調味料跟大麵筋非常合 而且大大條 很滿足 另外一個主角是 五兩大生蠔 一下子有四隻 這些生蠔比想像中更大隻 就這樣看都看到它很厚肉 而且上面很多蒜 喜歡重口味的人最適合不過 咬下去的生蠔味道是比較creamy 有奶香味 烤過之後依然大大隻 熟度都剛剛好 都挺划算 我們都有點一些菜類 嫩嫩的韭菜苔 韭菜苔吃起來是脆身 都挺爽口 外面是裹了一點的燒烤調味料 所以吃下菜更加覺得鮮甜 而蒜蓉烤茄子都非常推介 等到桌子熱辣辣 蒜香味很足 茄子肉非常軟 好味道 最後我們就把圖片 留給北海道牛奶吐司串 這個是兩吋起捷 我們就當甜品一樣吃 牛奶吐司 牛奶味很濃郁 把它烤得兩面金黃 外面是比較脆身 但入面依然吃到麵包的煙韌感覺 它除了牛油之外 還加了一些煉奶 所以整個麵包是充滿奶香味 用這個麵包作見美 真是一個完美的Ending 飲品其實我們選了可樂 但我們見在場都很多人選了 它這些大裝啤酒 和朋友一起Share 你做真是好正 賣單 我們今餐兩人吃了$194 這個價錢已經連了每位$4的餐位費 人均$100都不用 就吃得那麼豐富 這裡的性價比都頗高 最重要是環境非常好氣氛 可以大大口吃串燒 和朋友盡情聊天 我也想推介給大家 這個燒烤品牌其實都成立了八周年 它都有好幾間的分店 如果大家有興趣去試試 特別是宵夜的時候 想吃點松口味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 而它的大眾點評上 都有很多不同的套餐 2人、4人 甚至是烤魚餐都有 如果你想試一下這些地道風味 就記得快點購買它 希望大家喜歡下方今天的介紹 想知道我們下一次有去哪裏吃喝玩樂 就記得看我們的下條影片 下次見 拜拜